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正德年间 谷口庄有一个老木匠叫赵老汉 他的木工手艺非常精湛 尤其擅长损毛术 能让家具在没有用一颗钉子的情况下严丝合缝 其中不乏达官贵人 请赵木匠到家中用紫檀和金丝楠木做材料打家具 赵老汉遵守规矩 从来不把剩余边角料带回家 每当这个时候赵老汉的妻子王室就埋怨丈夫缺根金 他觉得在这些贵人眼里 边角料不值一分钱 到最后也会扔掉 可是对他这样的穷苦百姓来讲 连木屑都是宝贝 当然是能拿一点是一点 可是赵老汉就不愿意 他说到木匠自古流传一个规矩 带着家时去雇主家 就只能带着家时回家 如果带东西出雇主家门 不仅是盗贼的行为 关键是也可能偷走雇主家的财运 这是很缺德的一件事 王室对木匠的规矩嗤之以鼻 因此他教导儿子赵贵 不可以学赵老汉一样死脑筋 要懂得变通 这样才可以变成有钱人 子承父业 赵贵从小就开始 跟着赵老汉学木匠活 所谓熟能生巧 经过几年的磨练 虽然还没有出师 但是在赵老汉的指导下 家具做得有模有样 这一天 赵老汉的师弟马大壮 找上门发请帖 原来他搬新房 请亲朋去暖房 这马大壮前脚刚走 王室就数落赵老汉人穷至少 让他多学学师弟的挣钱之道 早些年 马大壮虽然是木匠 但是一家子过得很穷困潦倒 他也是像赵老汉一样 坚持师门规矩 这不做 那不做 可是有一天 他儿子生病 连买药钱都没有 恰巧有个雇主请他去打家具 马大壮上门一看 竟然是要用金丝楠木做 他心里有了主意 就把家具的板材打薄 剩下的料子做了一个脚踏 马大壮就对雇主说 家里缺个脚踏 我能用工钱换他吗 雇主要打敌是柜子 脚踏摆在家里占位置 建马大壮不要工钱 雇主觉得占了便宜 自然就同意了 谁曾想马大壮出门 就把脚踏卖给另一个喜欢收集紫檀家具的雇主 这一倒腾就赚了几百两银子 马大壮不仅治好了儿子的病 还买了房子 这件事传到王室的耳朵里 总是让他耿耿于怀 他后悔当年相亲的时候 没要挑马大壮 反而是跟着榆木疙瘩的赵老汉 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 谷口庄有120户 做木匠活的只有赵马两家 两个人同一个师傅却不同命 虽说师兄弟同样是木匠 马大壮的房子都翻新好几次 院子里盖了五间房 赵老汉雷打不动 一直住两间漏水的破房 马家这几天在准备喜事 马大壮的儿子马福到了成亲年纪 虽然长得臃肿丑陋 却站着家里有钱 过几天就要娶村里 最美的女子王和花为妻 因为这件事 赵贵差点要和马福拼命 同时埋怨父亲的无能 原来王和花的父亲王秀才 同赵老汉是好友 有一次喝酒的时候 他们聊起了儿女的婚事 一个未娶 另一个未嫁 两家人又知根知底 于是就定了亲事 大喜的日子眼看就要近了 王秀才突然悔婚 赵老汉打听之下 这才知道是钱惹的祸 原来王秀才有嗜酒的毛病 而且酒品很不好 喝醉酒就爱大吵大闹 前几天 他和几个铜窗在小镇上聚会 醉酒失手直下 把铜桌的一个人打伤 商者要王秀才赔偿一百两 否则要告到学政 扬言格除王秀才的功名 一百两对于王秀才是一笔巨款 买了房子也凑不齐 这个时候马大壮雪中送炭 愿意借给王秀才一百两银子 并且不需要他偿还 条件只有一个 他们两家要结亲 让王和花成为马夫的妻子 王秀才为保功名 就找到赵老汉说明了情况 他苦着脸说道 赵兄 只要你能借我一百两银子 我们还是亲家 赵老汉文言 咬了咬牙说道 你给我三天时间 如果没见银子 这门婚事就算了 王秀才走了之后 赵贵急红了眼 他知道家里一贫如洗 怎么可能拿得出来一百两 赵贵红着眼说道 爹 你和马大壮都是一个师父教的 为什么我们家就那么穷 说着不管不顾跑了出去 赵老汉担心儿子做傻事 就一路追了上去 赵贵跑累了 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 赵老汉叹了一口气 蹲在儿子身边 他说道 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让你们跟着我吃苦 可是 让我再选一次 我还是选择不太小便宜 咱们做人要讲良心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你小时候开始偷真 长大了也就敢偷金了 这样的人表面上风光 私底下担惊受怕 日夜做噩梦 担心东窗事发 这样的生活过着有什么意义呢 赵贵文言沉思着 马大壮和父亲同领 父亲一点不显老 然而马大壮却满头白发 老年般爬满整张脸 联想到父亲的话 他私存道 马大壮这些年 贪磨雇主家的东西 怕是整天提心吊胆 被人发现 赵老汉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道 我尽力去凑一百两 如果是与愿违 你就只当有个没用的爹 但是你不可以自暴自弃 放弃原则 父子二人一路上没有说话 一前一后走着 赵贵像小时候一样 让整个身子都藏在父亲影子里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原来父亲的背影有些颓废 第二天一大早 村妇去河边洗衣服 他们在河边 见到一男一女两具尸首 里长到县衙报关 没过多久 半边来了两辆华丽的马车 先太爷亲自陪着 从马车上下来的人认识 原来死者是一对恋人 他们是城中大户人家的 公子和小姐 二人相约乘船交游 船老大见色起义 男子为了保护未婚妻 永伯传老大 传老大站着身材魁梧 不仅杀害了公子 还将尸首抛到河里 小姐见恋人惨死 不愿意苟活 趁对方不注意 她跳河而亡 二人尸首先后被冲到了岸边 应证了那句生不能同事 死一同学 此时正值酷暑 尸首不亦保存 两位负伤合计 欲找当地人打造两具寿财 用于收敛遗骸 这期间家中准备后事 让两个孩子入土为安 里长同马大壮关系后 自然介绍他去干活 两个负伤私存后 决定找两个木匠 这样速度会快一些 于是 里长又找来赵老汉 负伤各自从城里拉来木材 赵老汉替公子打造寿财 马大壮替小姐打造寿财 就这样二人将木料带回家中 赵老汉让赵贵打下手 父子二人焚香叩首后 开始干活 父子配合默契 对公序一丝不苟 另一边 马大壮回到家 看见木材是金丝南木 起了歹心 他让马福去仓库里 找香山果也就是黄金章 他的黄金纹理和金丝南木 的金丝纹理很相似 但是价格便宜 黑市里常有商人以四冲号 马大壮胆子大 想在寿财中做手脚 他准备将寿财板底的材质 换成黄金章 一来是众人对寿财很忌讳 很少有人会去看板底 二来是刷上竖期之后 有股刺鼻的味道 这味道有毒 能让人头疼 因此没人愿意在寿财旁边酒呆 自然也就不会发现板底的端倪 富商要求七天之内打好寿财 马大壮连续奋战四天四夜 终于打造好了 他实在累得不行 就让马福去给寿财刷树漆 马福身材臃肿 平常走路都嫌累 可是老爹的吩咐 他不敢不听 好在刷漆是件轻松的火 他搬来一张长凳 坐着给寿财刷漆 这刷漆有讲究 一底一面 树漆里面加铜油 让木材不腐烂 但是味道特别刺鼻 马福耐着性子 在寿财的一面和两侧刷了漆 唯独没有给板底刷漆 他由于太胖 每一次蹲下都腰酸背痛 加上树漆是原色的 他想着没人会发现眉土 就偷懒了 到了指定交货的时间 两个富商各自让管事 检查了一下寿财 由于粗心大意 女方的管事并没有发现板底的端倪 于是富商给了各自一百两的工钱 赵老汉将这笔钱借给了王秀才 王秀才虽然是酒 可是够朋友 果端拒绝了马大壮的提亲 继续让女儿嫁给赵贵 这件事让马大贵很没面子 他在晚上喝了几杯闷酒就睡觉了 深夜 马大壮被冻醒 他睁开眼睛 发现房间的大门和窗户都打开了 于是他哆嗦地起身去关门 刚插上门栓 一阵阴风袭来 打在马大壮的脸上 只听见他的一声响彻黑夜 马大壮疼得捂住脸 嘴里只觉得一疼 吐出几颗碎牙 紧接着 后脖子一凉 他又被阴风提小吉一样 甩到了地上 又手臂咔嚓一声鼓裂了 马大壮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嗷嗷叫 疼得眼泪直流 此时 桌子上的烛台亮起了绿色灯火 整个屋子绿油油的 显得非常阴森 须语 从门口走进了一位 身穿轻衣裸裙的女子 只见他没走一步 身后就有一滩水渍 马大壮瞳孔紧缩 他大喊道 你是人是魁 女子距马大壮五步的距离 停下脚步 他阴冷说道 我是来讨债的 马大壮哭着说道 我从未欠人钱财 你为何会找上我呀 一阵阴风袭来 马大壮又挨了一记巴掌 他又吐出几颗牙齿 女子继续说道 你好好想一下 到底有没有欠债 马大壮腮帮子疼得不能说话了 只能支支吾吾求扰 女子冷哼一声说道 你们父子一求之和 说完之后 他远地消失 须语 他提着臃肿的马符 又出现在房间里 他就像扣篮一样 将马符砸向马大壮身上 很快房间里传来父子二人的惨叫声 这个时候 门外又出现一个俊朗书生 他宠溺地看着女子 无可奈何说道 你怎么还是那么顽皮 女子闻言 将拂面的头发撩到耳后 对着男子皱了一下鼻子 柔声说道 想到这对父子 在我的寿材上动手脚 我就想把他们的猪头打抱 马大壮这才知道 女子就是受财的主人 他赶紧推开儿子 不停地向女子求饶 他表示愿意马上将藏匿的金丝楠木交出来 男子闻言冷哼道 如果不是赵老汉 发下了板底端倪 帮你替换了黄金章 你父子难辞其咎 原来赵老汉通过经验 发下了底板与侧板之间 接缝纹理不对 他趁机爬到地上查看 发现板底被马大壮做了手脚 他没有当面拆穿马大壮 而是等负伤走远了 他才追上去告知对方女子的受财 有缺陷需要修缮 于是让儿子将家里珍藏的金丝楠木 拿出来替换上 女子出了一口恶气 拍了怕手说道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不做亏心事 不怕溃敲门 望你们经过这件事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马大壮父子文言 历史保证再也不贪小便宜 须语 男子带着妻子离开了小院 马大壮带着儿子找到赵老汉道谢 赵老汉说道 咱们是同门 我不能让你走上其路 马大壮文言非常后悔当年的所作所为 父子二人喜心革面 再也不敢做昧着良心的事 不久之后 赵贵和王和花成亲 牧名而来找赵家父子 打家具的人越来越多 赵家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 从此以后 一家四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我会给你 谢谢大家 咱们